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5日报道,国际评级机构汇域的分析师认为,亚洲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,将导致2022年至2025年国际市场液化气短缺,分析认为,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些年份中,全球或将大范围上演技荒,汇域趁通常液化气项目在做出投资决策后需要4-5年的时间才能投产。 由于新商液化气项目数量有限,21世纪20年大初投产的企业非常少,与此同时,分析师预计天然气的需求将继续增长,特别是将天然气作为重要能源的样态地区,目前,日本是最大的液化气进口国,但却即将被中国替代。 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天然气市场报告2018中指出,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世界上大的天然气进口国,而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、俄罗斯的主要天然气消费国。 数据显示,仅今年前五个月,中国的液化天然气LNG总进口量,就达到了3490万吨,特别是在今年的前两个月,进口总量同比跳增36.7%,环比去年的LNG进口量跳增46%, 读者朋友们记忆留心的是,从去年冬季至今年春,在南北多地出现一轮气荒,和天然气价格大涨的现象。 同时,去年冬季意外发生,的中亚管道天然气供气不足,也是加持气荒的因素之一。 众所周知,中国是一个负煤区有少气的国家。 目前,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方向集中在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卡扎尔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和巴布亚、新几内亚等国,我们在结合汇聚关于液化天然气未来几年的预期背景。 不难看出,中国市场起早不知天然气,的来源是十分必要的。 不过,由于紧邻了原大国俄罗斯,中国则拥有天然气进口运输上的许多便利。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利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, 在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方面,俄罗斯已经超过曾稳居对华市场石油出口佼佼者地位的阿拉伯国家。 这同样适用于天然气合作,俄罗斯发展通过东西伯利亚到太平洋输油管道的石油出口, 以及旅行西伯利亚天然气都可以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。 值得注意的是,去俄罗斯上月报道,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首席分析师伊格尔·尤什克夫认为, 美国将中国天然气市场让给了俄罗斯。 他表示,自2018年1月至6月,中国分析了各国业化天然气的价格,得出美国天然气是最贵的, 甚至比澳大利亚还贵。 在中国决定改变供应商平和的背景下,放弃美国的原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,还可以理解为将其替换为俄罗斯的原料。 还在不久前,由于开采中心的限制,我们不能出售很多液化天然气。 但现在情况变了,分析师指出,两艘在有俄罗斯原料的邮轮机院,几乎在一天内抵达中国。 一周后,第三艘抵达了,每艘运送17万多,造成供应量急剧上升。 这还远不是一个上限,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刚开始发展,美国真的很快就会最终市场。 我们注意到,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产出的天然气产品将走北方航道,经白令海峡运往中国,全程仅需约15天,真是从绝地搬来的救兵。 与此同时,俄梅特,美国7月向中国供应,的液化天然气,降至2018年最低值。 如果美国人3月向中国供应了44.5万吨,那么5月这一数值降至40万多,而7月降至13万多。 第二,不仅如此,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什公司,近期把不消息称,该公司与中国平门陕马能源化工集团将成立联合企业,来落实伊尔库茨克州的天然气项目。 另一面,国内主要计划天然气进口上中海油,也称近年将通过水陆机管道加大南气北运,一榜东西供气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每个供应暖季到来之前,许多读者朋友,都会关注天然气的价格。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天然气市场高级经济师,薛博曾对界面称,天然气必须改革,否则5年内难以解决。 与此同时,中国纪元油气货后,货也将退出天然气人民币定价机制,也将对当前的天然气价格改革,将起到基本性的作用。 防范气黄再次出现,玩BWC中文网作品,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编,或转换视频、音频等,为者必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